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剛剛講應該會是老師最喜歡的 請問老師您現在在上課之後 也沒有播過一些下記錄的影片給大家聽看 應該蠻有機會對不對 但是你應該知道播下去就不能停了 好同學會要求老師不要停 我要繼續看啊 因為他講的他比我們講的好聽啊 不是嗎 常常會遇到這個問題應該會吧 除非老師放的是不好看的影片 老師趕快點趕快點 對不對 放那個教學影片啊 但是呢 我們現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用的一個類型 在OneNote裡面可以出影片 在我們給同學看的這個過程裡面 他只要到指定時間之後就怎樣 螢幕就跳出來 影片會自動暫停 他沒有答對 他會告訴你你沒答對不能繼續 哈哈 同學會想辦法答對想要繼續看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來 老師想要看 生活裡的科學應該有老師有看過吧 這個是那個大愛的嘛 魔法小學堂是 那個 悠悠的 你要看哪一個人 悠悠的 悠悠的 好 果然老師也是還蠻小的 哈哈哈 OK 那 我們看一下 這邊呢 你進到這裡之後 進到這裡之後 其實應該會有個單元說明 從另外一邊進來 好 往這個地方 噢 一點母人 把那個 好 有沒有一個 好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單元說明 有沒有 你進去有一個單元說明對不對 對 如果先提醒大家 題目會在4分40秒的時候出現 所以你只要從第4分鐘的時候開始看就可以了 這樣OK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對 我們直接外轉一下 其實說這個 這個 我們在彎後也可以指定 體驗從第幾分第幾秒開始 開始做 奇怪的模式給大家看到囉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幫檸檬哥哥 哦 來看一下囉 你們不是他嗎 他變成會聽得懂人話喔 你剛剛有注意看嗎 他就會過來 他會問他問題耶 有什麼問題想要問他 有有 我想問 習慣 請問誰是這裡最漂亮的人呢 好 所以我說 大家都還蠻小的 是 謝謝 有沒有發現沒有撲到嗎 他會動 欸 有沒有發現題目跳出來了 影片是不是自動暫停 那就問啊 請問 影片裡面 吸管會動 可是我沒有撲到嗎 這是什麼樣的力量 什麼樣的科學原理 自己回答 老師自行回答 答錯了 影片不會繼續喔 好嗎 哈哈 答錯影片自己沒有辦法繼續的喔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其實這個影片裡其實對老師在上課 事實上還蠻有幫助的 因為 這個時候小朋友就會努力回答 他不舉手也不行啊 不定一定要他在電腦教室啊 對不對 現場的教室我們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把你想要傳達給小朋友知道的知識 或者他應該知道的重點 是不是就可以列出來了 對不對 嗯 好 答案是哪一個 警戒 對啊對啊 所以如果你答錯了 怎麼辦 答錯了再試試看而已啊 哈哈 就可以像這樣 那如果答對了 你看這樣確定 對 影片是不是就繼續播下去了 這樣OK嗎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方式喔 就是跟我們蠻常結束的這種 YouTube它就整合在一起 那請問老師 一個影片裡面可以出多少集 蛤 你覺得一個影片裡面可以出多少集 你要求我老師的需求 隨便你啊齁 老師這樣 我可以幫你加這樣 只是我必須告訴老師 如果你一個影片給他這樣 小朋友直接用回家了 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超過三體 不然他會心情不好 老師為什麼一直把我停下來 沒有啦開玩笑 就是說 一般在我們影片裡面 反正老師可以控制 在玩弄裡面你可以控制 假設這段影片是十分鐘 你可以控制 一進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可以從第幾分 第幾秒開始播 結束的時間你可以控制 所以他就不會討錯地方 就不會討錯地方 這樣OK嗎 可以齁 所以我們把剛剛1Note裡面 比較特殊的幾種測驗類型 跟老師分享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樣課堂上 您又可以留比較多可以用的工具了 可以齁 其實還有交作業的啦 但是應該大家比較少 小朋友應該比較不太有機會用這種方式交作業 所以那個提醒我就不講了 原則上主要這幾種 其實對老師在使用上就很方便 但是現在我們已經有需要用這種方式交通